亲爱的 我给你爸爸找到不是的 你可不能实验 一定要娶我哦 爸 哎呀小瓦呀 这乡亲们知道我来看你 你看 这是你大海叔给你送的土鸡蛋 还有你王沈给你带的新衣服 行了 爸你帮我试一下的忙 对了吧 我公司呢最近有体检育力 我想跟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帮你也帮了一份在这 你爹在这签个字就算 哎呀小瓦啊 还是你最近爸 哎呀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当年要不是你从人犯的手上救下我 自己摔下山牙失忆跟亲人失散 我现在怎么能去这么好的临时集团工作 等我跟男朋友结了婚 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小瓦 你有男朋友了 嗯 爸 都二十年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找我呢 林总 警方抓到几个人贩子 他们交代说 我当年是为了救一个被他们追赶的小女孩 车翻向山牙不止所作 非常好 继续查 就算亲近整个林氏集团 也要找到我吧 是 爸爸这个大蝴蝶呀 以后会永远保护咱们这个家 等我长大 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保护爸爸和妈妈 哈哈 婚婚真乖 好了爸我要去上班了 好 哎小碗呀 把东西带上小碗 小碗小碗东西 小碗 小碗东西 老婆 你是在哪儿找到骨髓员 骨髓移植可是大事儿 一定得靠谱才想 哎 放心吧亲爱的 匹配都成功了 肯定没问题 而且那个人啊 就是一个乡下的穷老头 别说是骨髓了 只要给钱 要他的命都行 那太好了 等我把钻手术 咱俩立马就结婚 嗯 你真好 宝贝 走吧 老东西 别怪我 只有这样 我才能嫁入有钱人家 成为真正的成立人 为了我的幸福 你就再牺牲一下吧 去 把这个老人家送进医院 怪可怜的 是 林总 林总 怎么了 刚才那个大叔 好像是我爸 走 快追 你醒了 赶紧通知家属来交费 三千 什么鬼 你干嘛呀 太鬼了 我不吃了 你这人腿都受伤了 还乱走什么呀 你知道不治疗的后果吗 喂 才三千块 我女儿 我女儿 马上就要结婚了 不能给她添负担 总才已经到医院了 好 我马上到 我马上到 人呢 你講你不要有件已經走了 是他幫我給他做個親戚建定是 老李你的腿 怎麼樣了 沒事就是崴了一下啊 哎呀這就是咱們打工的地方啊 啊沒錯這工人工頭是有朋友會照顧你的 不過你的腿行不行嗎 不先到醫院看看唄 放心啊 過兩天啊小碗會帶我去體檢 到時候再看一看吃 是嗎 我都說小碗還得不錯 需要當同事沒忘本 是啊 所以啊我要好好的打工掙錢 那多咱點嫁妝 不然你們還出嫁沒嫁妝都被人笑話了 放心老李 等上碗結婚了 王大哥王大婶我就快撐嗓子 我有事我先忙 那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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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點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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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馬啊 這城裡的錢真是豪賺 把才來了幾天 就給你攢了不少家裝錢了 哎呀爸 先不說這個了 今天是你體檢的日子 你趕緊來住心醫院吧 哦 好好好 我這就過來 你怎麼才來啊 你連醫生都等半天了 我是坐公交車來的 對了 小馬就是把最近膽工 攢的錢 你快把它收好啊 行了 你趕緊進去吧 這體檢怎麼還要進手術室啊 哎呀 為那麼多話幹什麼 那醫生都躲著急了 進去之後 你一切聽醫生安排就行 那我聽我閨女的 哎呀 小馬 你們確定要能給老人 捐獻顧水嗎 我可要提醒你們 一塔的年紀 顧水再生功能基本上失 哎 行了 行了 捐獻協議都行了 你還在那撸嗦什麼啊 趕緊進去做你的手術 哎 不行 小馬 等做完手術了 咱們就在江東最大的調去 去辦婚 親愛的 你真好 嗯 體健嗎 咱們在病房睡著了 哎 哎 腰子真疼 啊 這浪胖病又犯了 啊 大海 老李 我聽說今天第一號酒店 舉辦合法婚禮 招臨是服務員 三百天 你在啥呢 哎 你到醫院門口 好嘞你等我 快見眼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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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能休息 我要打工賺錢 給小晚餐家住 我那個去 這小晚婚禮 你 我知道了 老李 你要給我驚喜是吧 行 什麼都不用說了 我就把老婆們接過來 給小晚 撐嗓子 等我 等我 那還說得對 肯定是 小晚想給我一個驚喜 今天 高鵬滿座 將乘各大豪門 齊聚一堂 一位建政 王聰先生 和黎小晚女士 新婚之喜 新郎新娘 皆為江城豪門 今日 一位嘉賓 將見證一場 世界 婚禮 婚禮 禮室 正式 開始 有請新郎新娘入場 在這大喜的日子裡 我想請問新郎新娘 有什麼想說的 首先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 其次 我要感謝我的妻子 她不但在生活上 事業上 和感情上 給予了我很多 她更是幫助我父親 找到了慎原 治好了我父親的絕症 她 就是我王家 一輩子的恩人 那麼 我們美麗又動人的新娘 有什麼想說的 我也要感謝一個人 她是我生命中的依靠 小時候 每次我生病 都是她 陪著我去醫院 她一父一母 一個人 含辛如苦地 撫養我長大 始終 把我放在心裡 最重要的位置上 她就是我的父親 是我生命中 最堅實的港官 最厚的依靠 尤其我的父親上台 這位 就是我的父親 小婉 我的女兒 哥哥 你和新婚啊 林總 DNA鑑定結果出來了 真的是你啊 林總 我們查到您父親的養女 林小婉 今天在地號大姐店結婚 她肯定也在那 走 立刻帶人 請父親回家 小婉 我們來了 小婉 我帶你王宋王小 給你來 喝清風了 小婉 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是跟我說 你是父親前進嗎 你怎麼跟著 幾個鄉下土狗還還行 喂 你們說誰土狗 我們可是看看小婉長大的呀 這可小婉就名人 你說話 想尊重點 對你們幾個土狗 還需要尊重 依我看 你們就是愛蹭蹭蹭喝的 對吧親家 這個吧 誰是蹭蹭喝的 小婉 他誰 你大辦呢 你們來小婉父親是誰都不知道 還有臉說是從小看著他長大 這位 不就是小婉父親 下次蹭吃蹭喝 變不像樣點的理由 小婉怎麼可能有你們這樣的親戚 就是露餡了 趕緊滾 放我嘴我叫拔了 誰露餡了 他根本不是小婉爸爸 我信你們小婉自己 小婉你爸呢 他就是我爸 我的女兒 怎麼叫別人爸爸 什麼什麼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們 現在 請你們立刻馬上離開 小婉你胡說什麼嗎 小婉 我可是你王叔啊 你在我們家住了整整十六年 你現在竟然說不認識我嗎 我懶得跟你們廢話 寶安 把這些搗亂的鄉下脫鉤 我打過去 放開我 你六七一不認識小婉 小婉 作戰可不能忘本呀 你不認我們沒關係 可是你不得不認識 你給我閉嘴 再說八道我就把你嘴撕爛 住手 老李 李小婉 你到底要幹什麼 還有多久到了 最多三分鐘 怎麼回事 哪個你清晰乎乎 哪大大女兒呀 老李 看著這個醋子 你不要再求情了好不好 老李 算了 走 原來是一場誤會啊 我就說嘛 小婉明明是個富家親戚 怎麼可能是鄉下 這群鄉下毒公 還敢冒充小婉欺人 小婉 如果這就是你想要的幸福 爸爸給你 剛才經過了一些小插曲 那讓我們婚禮繼續 我想請問 新娘的爸爸有什麼想說的 小婉 小婉 是我最真實的掌上名中 小的時候 我送她 最好的玩具 最漂亮的公主群 當她以後 我帶她去 最好的貴族學校 帶她去國外游學 三年時間 走遍了二十多個股價 我願意把我所有的一切 都奉獻給小婉 讓她成為全世界 最幸福的女兒 此事 江陽華相 孝賊人間 父母恩情 眾奴太乾 臘氏總才 給父親回家 父親回家 給父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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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李小雯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亲爹来了 你还敢说他是你爸吗 我不管今天谁来 我的爸爸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 我看在你是我远房亲戚的份上 不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走 你说我是远房亲戚 小婉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亲 也不认识了吗 这十几年来 是谁每天起那么早 走几十里山路 财差赚钱来供你读书 那年血灾 零下三十多度 要不是你爸 踩着半瓶后血 给你送衣服 你叫我冻死了 回来后 他高烧半个月 差点就挺不过来了 你知道吗 小婉 儿不嫌母肠 狗不嫌家庭呀 听这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难道这王家媳妇 真是个乡下人 那可丢人丢大发了 是啊 这王家以后 可能要成为整个江城的笑柄了 你给我闭嘴 我老婆是附下千金 怎么可能会是乡下人 没错 这些人就是来蹭日蹭喝的 小婉该帮我打发了 小婉 你真的不认我了 你知道我有多辛苦 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二十年了 我马上就能降入豪门成为城里人了 你又是想毁了我 就在这儿闹 闹得越来越好 我 对呀 就算今天我能证明我才是他爸爸 又有什么用呢 这场风鸣就毁了呀 小婉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不愿意回头吗 老李 你说句话呀 我今天就算拼出我这条老命 我也不能让这个家伙来顶顶你的身份 你真的要听他们的 在这继续胡搅瞒蝉到底 毁了我的婚礼 毁了我的前程 毁了我的一切吗 爸爸 哎 小婉回来了 爸爸我今天上美术课 这是我画的送给你 哎 这是爸爸 这是我 小婉啊 永远和爸爸在一起 小婉真乖呀 爸爸 也会永远和小婉在一起 小婉 爸 就再帮你最后一次吧 大哥 让小婉 你们认错人了 回去吧 什么 老李 这可是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呀 大海 你们真的认错人了 回去吧 老李 千禀下哪有儿女不是自己父母的 你能忍 我不能忍 我替你酱水打呀 大哥 算我求你了 回去吧 不行 你想我啊 你还适不适个人 这是为一副送信的爸爸呀 就算我真的求求你吧 我求求你们快走吧 爸 爸 爸 妈不在 林总怎么会来这儿找父亲 听说林总父亲二十多年怎么消失了 难道就在这儿 林氏集团总裁送法拉利跑车一辆 地井天成 别墅一套 林氏集团百分之一股份 赫里小婉小姐 新婚之喜 哇 是啊 有钱呀 没想要 林总大手笔呀 这三样礼物加起来超过了十个亿 没想到王少竟得林总如此看重 王少不过是林氏集团的一个部门经理 怎么可能值得林总来亲自送这么大的 依我看呀 一定是小婉有什么特殊身份 林氏集团市场部经理王聪见过林总 你就是我妹妹的老公 小婉是林总的妹妹 林总你放心 小婉嫁到王家绝对是来享福的 我们一定会像对待公主一样的供者 对对对 我是真心对小婉的 小婉 你怎么一直没说林总是你姐姐啊 我也不知道啊 林总 这是怎么回事 妹妹 咱们俩虽然没有见过面 可是我的亲生父亲是你的养父 所以你当然是我的妹妹了 我自幼呢 跟父亲失散 我这次来就是接他回家好好消灵他 爸呢 我 我爸他 原来是这样啊 林总 林总就在这 你看 他就是您父亲 你是我爸 误会 都是误会呀 只不过是 了解过来的一个演员 咱们可能是您父亲 什么 这个人竟然是个演员 难道刚刚来闹事的那个远房亲戚 才是小婉的爸爸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小婉 你告诉我 我爸到底在哪 你结婚为什么要找个人冒充爸爸 林总 我 不 姐姐 你听我解释 爸爸他腿脚不好 在乡下村里待着 我怕他周车劳顿伤身体 就没有通知他不及会 你撒 前两天 我还在林氏集团的门口碰见了我爸 只不过那会儿 我还不知道他就是我失散了二十多年的父亲 所以才没能相认 你为什么说爸爸不在 老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拿到刚才那种把人房进去 才是你爸 我没让他们知道 我骗爸爸捐了身脏 他不是我爸 你闭嘴 我明白了 李小婉啊李小婉 你是不是嫌弃我爸 是从农村来的一个老头 所以才找了个这么个货子来冒充我爸 好作为你附加亲戚的身份啊 不是这样的 姐姐 你听我解释 爸 他确实来了城里 但他怕 怕丢人 他不愿意来参加婚礼 这 这事真不怪我 够了 爸爸处处为你着想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 哪个父亲不愿意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 他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 姐姐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一定要好好孝敬爸爸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就等你孝敬了爸爸以后再说 来人 贺利全部收回来 这 把贺利全部收回 这价值十个亿的贺利 说没就没了呀 活该 是让他连养育记的父亲都不孝顺 林总 不 姐姐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小婉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看这贺利 姐姐 我 我在林氏集团找到工作后 第一时间就把爸爸接到了城里 就是想好好孝敬他的 千万不要人 对啊 林总 小婉这孩子我一直看在眼里 找人冒充父亲 也是因为出身农村 千里有些自卑 但是他各方面信心 绝对都是最好的 您看这贺利 即便如此 你也因为自己的虚荣心伤害了爸爸 配不上这份点击贺利 把贺利算为三脑 是 立即准备二十万代步车一辆 两局室电梯房一趟 立即送到地豪大姐店做贺利 法拉利别奥拓 别墅变两局室 补饭根是直接没了 这也太惨了吧 这就是不孝顺父母下场 活该 怎么 不满意 怎么会呢姐姐 我 我以后 一定会一心一意 好好孝敬爸爸的 好 那就等你让我满意之后再说 这些客里 一定就是你 好 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 查一下我爸到底现在哪 是 老板 是老板吧 老板 林总怎么了 老板 没事 走吧 老板 我怎么突然想起这么个名字 哎呀 老婆 他到底是怎么 刚才那个远方惊奇 真的不是岳父吗 看来爸已经走了 又是让林总知道 我骗爸爸去顺藏 那些贺利肯定就拿不到了 我从这个蠢货嘴不言 先不能告诉他 哎呀行了别吵了 他真的不是 你们要是想拿到 那价值十个亿的贺利 接下来就听我的 明白吗 老婆 你放心好了 以后你让我网渡 我绝不忘心 对对 以后王家你最大 要是王总敢欺负你 我为你做主 行了 我现在去接我爸回来 你们不许跟着 对 对 没想到小婉竟是林总的妹妹 儿子 这个大寿你该报警了 放心好了妈 我一定把她伺候的 叔叔死 不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我们要利用林小婉 夺取林氏集团财产才对 我明白了 哎呀 哪来的乡家托狗 他们好屁股啊 妈 你看 拽到了一只蝴蝶 妈妈真棒 蝴蝶真好看 可是蝴蝶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们把她放了好不好 嗯 让她去找爸爸妈妈了 自从爸爸失踪后 妈妈就思念成绩 成了这副样子 希望爸爸回来 能治好妈妈的心病 我知道了 我这就告诉林总 林总 嗯 我们根据监控查的 老爷在我们之前就进了几遍 什么 那我们怎么没有看到 走 快去找我爸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好 那我们 一起接爸爸回家 好 走 这不是刚刚来捣乱的 那个远方亲戚吗 怎么还没走 他不会是 李小姐和林总的父亲吧 妈 妈 别紧张 等会就能见到爸爸了 对啊 你多了我们就相信你 就是 你多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你就等着坐牢吧 可不光是他自己坐牢这么久 按照龙国的律法 他的家人也要受到牵连 没错 这种恶心的东西 就该连带家人一起曝光出去 让大家看看这家人是什么货子 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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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七人太蛇了 这件事情和我女儿有什么关系 你们为什么要曝光他 还不是因为他有你这么个丢人的爹呀 对吧 林老 求你一定不要把我女儿曝光啊 你个死瘸子 今天在做的都是大人物 我怎么帮你 现在能救你的 只有你自己 我自己 没错 周小姐不是说了吗 只好你把手剁了 你不相信你 脱手 不是 不好 有个动 但是你 要说话算话 不可能 我刚跟小婉确认过了 他就是个冒牌货 原来如此 一大把年纪了 还敢摸小姑娘的屁股 真是标理 皮 屁股子臭味 果然是个没素质的虎狗 咱们要不然小婉 照顺照顺他 我 我没有摸他的屁股 我就是 你是没站稳 碰了他一下而已 还敢狡辩是吧 这人一看就是个一辈子没碰过女人的老光棍老色P 依我看啊 直接以猥胁对宋警局抓起来才对 我真的没有摸他的屁股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啊 就凭我们叶子是林市集团员工 林总妹妹的闺蜜 还是大学毕业的高素质人才 而你不过是个数字低下股狗 她能冤枉你 就因为我没文化 她是城里的大学生 她就一定不会冤枉我吗 没错 像你这种人本来就数字低 老头摸漂亮小姑娘 不是很正常吗 嘿 垃圾 是哪儿的 老公吧 你要给我做主 我真的没有摸他呀 滚看 别碰我 是 我是又臭又丧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传染病 是谁帮我丢来的 我 对不起王上 我是王安定长 一不六十让他混进来了 我这就把他赶出去 死穴子还不快滚 站住 他刚刚才摸了我屁股 还碰了王上 怎么可能就这么笨 你个死穴子 还在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你找死 我真的没有摸他呀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只要我把手朵 你们才会相信我吧 喂 王朝 林总进去电了 什么 他怎么又回来了 那怎么办 不怕 走 我在酒店有长期暴放 我们先过去 人呢 怎么都不见了 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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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么多血 别怕 别怕麻 刘姐 你带两个人 去咽下地上的血迹是谁的 是 还有其他人 都去给我找 就算把整个酒店给我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把你找出来 是 爸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好 你最好过分聪明一点 要是我爸有的三长两斗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虽然 这也不是事啊 岳父一直在流血 再不赶紧治疗的话 恐怕会有危险 想还有你说 林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肯定在酒店到处找呢 对了 你的这个房间安全吗 这你放心 这是我长期租住的房间 一般人开不了 坐下 你你干什么啊 爸爸没有连累 这怎么回事 你们都干一些什么 老婆 这个乡下驼狗摸了你同事的屁股 我们正在教训他 对呀小婉 他不就是你跟乡下穷亲戚吗 我这怕他欺负你才教训了他一顿 不愧生气了吧 你们 老婆 你不是去接岳父的他人吗 他 您是让我想知道爸现在这样 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滚 你们快滚 怎么了 我就是个乡下穷亲戚吗 就算弄死了又能怎么样 你懂什么 他就是我跟林总的爸爸 什么 那我们完蛋了 要让林总知道 我们这么对待他爸 那我们就死掉了 肯定不能让他知道 人不但价值十亿的鹤铃拿不到 我们 我们还会被他疯狂抱负 走 现在 只能先送他去医院 我们现在就走 我 你 我 开门 林总来了 这 这该怎么办呀 是 开门 没事 我有关 这是我专门打包的一件事 用的说明 里面被看到外面 但是外面看不到里面 你走 我用房载开门 那就行 快把我爸抬进去 你等会儿 姐姐 你怎么来了 你们在这干什么 我爸呢 您看这说的什么 我跟小婉新婚一样 当然是来做该做的事 姐姐 我真的不知道爸爸去哪儿的 你走之后我就去找爸爸了 我也没找到 可能是去打工了吧 最好吃的 要是让我知道 你们对我爸做什么不好事 不光是你 只能王家掉了一个 是是是 林总 你放心 我们都是很孝顺的 绝对不会得林尊怎么样 你又不喜欢小婉出事 别说话 大姑娘 大姑娘 在里面 大蝴蝶在里面 大蝴蝶大蝴蝶在里面 什么大蝴蝶 在里面 啊啊在里面在里面 哎林总 这边镜子是贴在墙上撑不了 对呀姐姐 你便宜是你鬼的 爸爸真的不在这 我大蝴蝶好 妈 我去的鞋也大蝴蝶的鞋 我去的鞋也大蝴蝶的鞋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啊 你们这个镜子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密室啊 林总 我们酒店都是统一装修的 绝对没有密室 你不说也没有关系 我林家在这个酒店也有五份 我现在就把酒精里叫不了给你清楚 我是林文 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把设计图纸带来币好久 小婉 爸 只能帮到你这了 妈妈妈你怎么了 妈 痛痛痛 你妈为什么大蝴蝶好不好 好好好 你相信我 我今天就算把整个酒店先翻 也要帮你找个大蝴蝶好不好 林小婉 你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看你是在爸爸养你的份 如果你现在说出真相 我可以放你 什么 姐姐 这真的没必要吧 爸爸真的不在我这儿 你闭嘴 眼见为时耳听为虚 你说了不算 你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你知道大蝴蝶的了吗 你不过找大蝴蝶好不好 阿姨你放心 等我找了爸爸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最后十秒 等会儿图纸送到 你再求饶就晚了 姐姐 我 三 二 一 林总 林总 我是这间酒店的总经理小屋 这是监督图纸 你们小子 是你自己脏筹子的生 姐姐 姐姐 你 你别逼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是啊 林总 我们真的没见过你父亲 你确定所有的图纸都在这儿吗 这个房间为什么没有密室 这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 怎么可能有密室呢 你可真欺骗我的后果 当然知道 林总您一句话 就可以断绝我的江城的生死 我怎么可欺骗您呢 难道这里真的没有密室 真的错怪他们了 姐姐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保证 找到爸爸后 第一时间通知你 阿姨 她脑子不好 你可不能听一个傻子的话 你闭嘴 我妈她不是傻子 爸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回去 一定帮你找到大蝴蝶 我回家 回家 小姑姐 你在哪儿 妈 妈 你放心 我一定把爸找回来 我知道 学姐检测报告出来 联会厅的选记就是罗里的 李肖吧 你还骗我到什么时候 李肖吧 你还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爸到底在哪 姐姐 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爸爸在哪 你还嘴硬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 我刚刚在婚礼现场 发现了一台血迹 就让刘姐去调查了一下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爸爸的血迹 李肖吧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我爸到底在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血啊 姐姐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走之后 我就出去找爸爸了 之后 你要会听他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可以为我作证 不信 不信 你还可以丢监控 林总 这个家会听没有交通 给你调其他地方的 你看一下 姐姐 你看 你走之后我就走了 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好 就算你没有在场 李总在场 告诉我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爸为什么会流这么多的血 林总 冤枉啊 我都没见过岳父大人 怎么可能知道 他为什么流那么多血啊 不过 当时确实有一个临时工的老头 他脱地的时候 自己拴了一跤 磕破老头 那可能 是他的血吧 他人呢 快告诉我他人到底在哪 我不知道啊 他突然地就走了 真是这样吗 林总 酒店大门口 你之前跟我看过 老爷没有离开 他肯定还在酒店里 好 好 你们都骗我是吧 行 立刻召集全城的施工队伍 把地好酒店 给我拆了 立刻给我召集全城的施工队伍 把地好酒店给我拆了 是 兄弟们 过来集合 立刻 这使不得 这地好酒店 可是我一辈子都在清雪啊 立刻 地好酒店家这二十 关系好几个家做的利益 您确定要拆了吗 拆 必须拆 既然知道我爸就在这个酒店里 无论如何 也要把我爸找出来 通知下去 给所有酒店的骨刀 双倍的赔偿 是 立刻 真是啊 你不在乎这二十亿 可是你得想想 这地好酒店 三百名员工啊 突然失去了收入 这三百个家庭 可怎么活呀 这也何难 大不了 我在原地 重新建议做酒店就好了 施工期间 给他们全额的资金准备 现在 还有人来阻拦我 你可不能死了 你要送我王家去玩了 你想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能就怎么办 只有你罢了 林总 我是北城施工队的工头 手下的兄弟在带命 请林总指示 好 吩咐给你们的兄弟 从这个房间开始 把地好酒店 全部都拆了 是 兄弟们 开工了 等一下 爸 大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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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蝴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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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放出来 对啊 这不就录像了吗 你们就放心看好戏 你是咖啡馆的那个姑娘 是我 爸爸 我是文文 你还记得我吗 这是我妈妈 大姑娘 不记得了 二十年前出了场车祸 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你们 真的是我的妻子和女儿 是真的 爸爸 对了 你的手到底怎么 什么他们干的 我 你是小婉的爸爸 你不想他出事对不对 那待会出去之后 不管发生什么 你就说你手上伤是自己弄的 明白吗 不然小婉就死定了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小婉出事的 是打扫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划破了 跟他们 没有关系 爸 你放心 有我在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你尽管放心地大胆说出真相就可以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爸 姐姐 你就不要逼爸爸了 根本就没有人伤害他 对吧 爸 那既然没有人伤害爸爸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有 你们为什么一个儿借着你们 害怕我找到爸 我 我 林总 这事我可以解释 其实小婉跟王聪 根本不知道我和亲家在里面 你什么意思 这事吧 我真不好意思 当你们小辈面说 但是事情既然瞒不住了 我就直说了吧 我对你爸一见钟情 刚刚在这又过来 是什么 我的我的死罪 爸 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 自己去 是的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妈妈因为你心里成绩都变成这个样子 你们去 大虎爹你不要做好不好 姐姐 你不要怪爸爸了 爸爸已经失忆二十多年了 根本就已经不记得你们两个了 他老了好不容易 现在遇到了真爱 你们就成全他吧 就这样林总 你连你爸爸的感情生活 你也要管我 王聪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听说你父亲刚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 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就这样放肚子 自己的妈妈乱了 林总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我们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你说是吧 大虎爹就不要我了 爸 我跟妈找了你二十年 妈更是因为你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确定要选择跟她 在一起吗 姐姐 就别逼爸爸了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就是啊 林总 你要是真的想孝顺你的爸爸 就不要干涉他的感情生活 没错 我跟你爸就是这爱 你说是不是 揍我了 我 对不起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所以 你要选择抛弃我跟妈妈吗 当然不是 虽然我记不起来 但今天所有人的反应告诉我 你就是我的女儿 她 她就是我的妻子 不论如何 作为一个男人 我都会负得起责任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你有老公 我有妻子 我根本不可能的 慢慢 慢慢 你们两个 都是我的女儿 不论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希望以后 我们都能够一起幸福的生活 好 爸爸 我肯定是愿意的 但是姐姐好像对我有偏见 就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爸 只要李小婉 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的话 我当然同意 走 我们回家 姐姐 爸爸是我们两个人的爸爸 你可不能一个人堵着 那你什么意思 想让爸住进王家吗 我告诉你 你这样吧 当然不是住进王家 之前 你不是说 要送我们一栋 别墅吗 我可以接爸爸 住我那儿 不行 你可以住进我家 这样 你就不算我独占房了 林总 不 姐姐 你不能这样啊 小婉住进林家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能也住进林家吧 那我岂不成上班女婿了 那我在外人面前 我根本抬不起头啊 对啊 姐姐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也要为我们着想吧 况且你自己管理一个那么大的公司 哪有时间陪爸爸 我有时间可以陪他们的呀 你说对吧 爸 你就答应吧 爸 李小婉的心术不照 你不能打住一起 还是住我家吧 文文 小婉说的也有道理 你就答应吧 爸 李小婉他心术不照 你过去 会被他给欺负他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爸 你看姐姐他孤灭我 谁在孤灭你 你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结婚都没请爸爸去现场 爸爸寒心如苦地把你养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吧 我 我我那是迫不得已 文文 好了 小婉本性是好的 就是小时候吃的苦多全怕了 才会做这些事 现在好了 用你的帮政再加上我的教导 他一定会改好的 爸 谢谢你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姐姐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可以随时来看爸爸 我保证我会让你说 你最好是这样 要是让我知道了 你再敢祈福爸妈 绝对饶不住 爸 既然你都决定了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你放心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来帮你恢复记忆的 好的好的 你妈妈 要需要医疗配合的话 我睡觉睡到 谢谢爸 林总 您预约的国际顶级精神科专家已经到了 好 我这就带我妈过去 也不知道那个专家 为我爸的情况有没有用 妈妈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 爸没事 不用管我了 刘姐 帮我安顿一下我爸 是 对了 你不是说 这个酒店的房间 没有密室吗 这密室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不想听你狡辩 从现在起 将成全行业 奉上 将成全行业 奉上 林总 你这样的话 我奉上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你欺骗我的下场 这不管我的事 是他 是他未必利用 我才隐瞒他 要不然 你给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欺骗您呢 行无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你酒店里的密室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你不要虚口喷人啊你 你不知道 这小密室就是你的主意 你咋不知道呢 吴总 你确定 要诬陷我 要知道 得罪了林总 你就算把锅甩给我 也没用 所以 我劝你 还是老老实实的 把这件事情认下来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以后我还能拉你 要是再敢血口喷人 就别管我 人家不客气 林总 我刚想起来 这件事是我自己做的 跟其他人没关系 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你是当我眼瞎呀 还是当我傻呀 去 给我好好查一查 这个酒店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 哦 头痛 妈 姐姐 一个密室而已 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 更何况 你看 爸爸的手一直在剩下 我们先带他去医院吧 妈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家酒店平白无故地出现密室 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 我还得上没帅 我支持你插下去 爸 你胡说什么呢 岳父 对于自己不懂的事 可不能乱说啊 对呀 亲家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赶紧送你去医院吧 对对对 林总 您爸他 他没见过世面 他一直在在农村呢 就一个密室嘛 你这么敢骂我爸 我这是说实话吗 我怎么敢骂您爸呢 一个小小的酒店总经理 还敢瞧不起我爸 你要知道 我爸在二十年前 把林氏集团从屋到有再到的全国第一 他要是没有见过世面 还能有谁见过世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令总问他 他事已已久了 你要是不想交代情况的话 你就给我闭嘴 这个事我自己会调查清楚 刘姐 去给我好好查一查 这个酒店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倒想知道 他们在这个酒店 都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事 是 爸 爸 爸 你放心 我请了全程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你报答上考 爸 他说 没事 有血了 吹吹 痛 血 我的手上怎么会有血 死的 爸 你快起来 让我看你的后背 快 爸 让我看你的后背 你走了 快 不用了 爸爸他身体不好 姐姐你就别折腾他了 你说我折腾爸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手上的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 都是爸爸 之前在乡下打工 留下的后遗症 等会儿我带他去医院 检查检查 什么老毛病的伤口 可以一直保留到现在 李小婉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要不然你的下场 只会比这个姓胡的 更惨 姐姐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不信 你可以问爸爸 妈妈 你就不要为难小婉了 小婉 虽然有点 小毛病 但总体来说 对我还是挺好的 对啊对啊 我承认 我之前是有一些小错误 但归根到底 都是爸爸养了二十几年的妻女儿 姐姐 我怎么会害爸爸呢 最好是这样 你好好对待爸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但是要让我知道 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就算爸爸给你求情 我也缺不上 爸爸 你看姐姐又凶我 其实小婉呀 还是挺有孝心的 你看 这是你们临时机关 总之职工家属体检 小婉都给我申请了 这药上的身来 可能 是体检的时候留下的 体检 我怎么不知道 李小婉你给我站住 你就是这么孝顺霸道 婉婉 怎么了 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白纸黑字的写在上面 你告诉我这叫误会 李小婉 爸爸寒心如苦地把你养大 你竟然骗他捐骨髓 你再别废口吃了嘛 什么 我牵的是 捐骨髓鞋 小婉 你帮我父亲找到的骨髓 不会就是你爸的吧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去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 这禽兽不如啊 来着 你别的 爸 你救救我 爸 事到如今 你还要护着李小婉吗 你年纪大了 身体这么差 他还骗你捐骨髓 这跟直接要脑 你的命有什么区别啊 爸 爸 你答应了是不是 你答应救我了是不是 我就知道 你最爱我了 小婉 你做了很多错事 还都可以原谅你 是作为你父亲的包容 这次 你做得太过分 好 爸 爸 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敬我也不好 好吗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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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救我 爸 我带你去医院 好好检查一下 林总 我能走了吗 林总 酒店还查到很多迷试 这些是从酒店里搜到的 很好 把他们交给总局 依法处置 是 罗克家族 爸 还是你厉害 这么快就搞定了跟陆克家族的合作 我之前可是搞了好久都没抬价的 陆克家族的组长是爸的老朋友 看起来啊 当然快乐 爸 我决定了 这个林市集团的董事长 以后还是你来当爸 哈哈傻孩子 爸老了 未来的一切 我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吃饭还聊工作 这饭还到底能不能吃了 赶紧给我做好 这才对吗 工作归工作 生活归生活 吃完饭咱们就逛逛 好啊 好啊 坐车 坐车 对 哈哈 啊 就是ешь秦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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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